姊姊姊姊 姊姊姊 姊姊姊 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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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姊姊 姊姊 航高 想投資牛熊窩倫? 不用那麼空險 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可以看見試及即時交易 華富牛熊是專為牛熊窩倫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工具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AI價格模擬器 只要選擇適合的價格波幅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全港爆晶牛熊窩倫 它的交易介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你需要買的股數 好 不用再用計算機 慢慢計算的了 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倫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 話禁易吧 只要適選 投資窩倫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下面資訊目 才訂位的 介紹一下台語並不適選 令建議台灣上路上和選項 收藏 bent 집 cuando kier她時突破完 所以我真的意ondes miss 太遠了 champion戰場 職投資牛熊窩倫 不用那麼兇險的 現在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就可以看實個視 和即時trade 華富牛熊是專為牛熊窩倫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工具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AI價格模擬器 只要選擇適合的價格波幅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全港爆升牛熊窩倫 它的交易介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你需要買的股數 不用再用計數機 慢慢計算了 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倫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話禁易 只要懂得選 投資窩倫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好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上的星期 接着港股开市讨论,9月到30号,这个月真是熬得很辛苦 不止这个月,其实这个季七八九月,恒指没了几千点 科子更加在铝,创了他面世以来的低位 第四季会不会有起色呢? 昨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Alex的节目 我隐隐弱弱的感觉到他不算很乐观 他说第三季表现平手,当然是跑赢很多指数 但第四季,他截至昨天为止,都没有持有A股 只有几个港股,另外是美股 然后还有一些对冲商品市场的一个办法 详细看昨天的影片 但第四季,我看到他没有太大正面的感觉 可能第四季也是难搞些 好了,至于美股,港股的部署 我们今天就继续非常精彩的节目 等一会很快,Jim就会上来和大家谈一下 因为过去的几个月,他不断地在部署 在存货的柱能、绿能股、风电三宝等等 这一排都是相当不错的 抗跌力都很强,虽然是错的 但整体来说,这几个月都是有不错的表现 在10点钟,他会上来和我们做节目 继续跟进这些股份 有什么问题,请问Jim 请快点点,留下你的问题 因为Jim比较长期 不太多问题 到11点钟,我们会继续有Rafael和我们做节目 之前他说过油价 他看好油价中长线有很大的升幅 当时已经介绍了一些ETF和ETN给大家 其中一个就是USO 其实我也有想到是买的 想一想,然后已经升到这样的地步 不知道还是买得过 看看他会不会再更新我们 另外,其实能源危机 他今天也有一些和天然气有关的ETF 到底是逻辑在哪里 以及他怎样看最近大市的走势 稍后Rafael会更新一下 香港比较缺乏的外围消息 到12点钟,我们有午时不断说 用普通话和我们看着大市 另外,去到今天收市 5点钟有收市talk 今天Jackson找到Ryan上来 和大家看着收市的情况 和总结一下 今年第三季的表现 和回顾完之后 展望下第四季有什么好搞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市 今天不是用ETF 我先关掉它 今天是用PowerTaker 不要搞乱 我先关掉了ETF 用PowerTaker 咦,是的,我的水在厨房 忘了拿回来 要买点水的广告 今天的行指跌了200多点 其实昨天 和Sandy做完访问 忘了拿回来 让我先喝一口水 因为这段天气干燥 干燥了很多 而且凉了很多 麻烦 变了很容易会干 喉干 跟市一样 水干 要补充好水的水分 今天的市 其实昨天明明道指都是升的 一度升200多点 昨晚的道指 后来升幅是收窄的 升90点 因为那个纳指 受到债息升到上离半流上的影响 科技股是差一点的 还有Arc Kathy Wood 又沽感很多Tesla 可能影响到一些气氛 但本身Tesla 其实是没有跌的 昨天美股差的 反而是之前升得都挺强的 一些金融股 来到香港 港股这边 现在恒指跌200点 24466点 科技股就显着收额 腾讯跌了1.5% 跌了7元 阿里巴巴前几天升了6% 吐回了 142.6 现在跌了3.9% 友邦今早上去 曾经见过90元 流上 但现在又缩了 90元 升了1% 另外 京东跌了4.8% 很差 所以 其实 就是 你说 博不博那些 双11 我觉得今年也未必博到 始终 虽然有可能 因为经济差 而监管的落盟 有可能会静一静 但是不等于会松 可能停在监管监控的水平 不松 又不懂得升 其实拿着科技股 又怕外围的科技股跌 所以其实也不太好 美团跌了2.8% 盈富跌了1% 苹果真是坏了 今早上本来也是 好像高开一点点 现在倒跌2% 若明刚才也升过来 现在也不会升 创科也不算太差 现在是逆市正在升6毛 碧桂原服务升3% 碧桂原服务就是要赚它 它的实力是深不可测 它之前恒大物馆 已经说找它针 就买恒大物馆 后来谈不买 不知道哪个不肯卖 还是哪个不肯卖 它就没买恒大物馆之后 就继续搜楼 收了富力地产武公司 即是李斯遣自己的私人物馆 富力的物馆 它就收了 好像100亿 不止 还收了财生活服务旗下的一个物馆 三十多亿 就是很多钱 在市场很差很便宜的时候 它是有能力去到四出收购 当然要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合理和估值是好的收购 这个就是后话 但是现在 你说它伸出援手也好 或者它是消灭对手 而且又壮大自己 又好 那些其实都是在做生意的东西 就是富力 或者是财生活 都是已经有一个收入 所以其实 我就觉得这个 迫国人的父母真的很厉害 给亚迪 看看 上升了百分之一 但我二四六 太害怕了 我也猜了 林sir 醒我的时候 就赚了两元 我本来就挂一个230的盘 买入 但是做不到 今早早很低 好像237 好 数下去 南方A50偏远 其实 今天到内地有没有市 我都不记得 中月海航狂升 弹回5% 其实我们刚才看过的图 它去到双顶的颈线 其实这个位置应该要弹 融创是继续上升的 升了百分之三 现在这段时间内地的内房 好像好很多 新州跌了百分之一 港交所偏远跌了三元 银行娱乐升了1.7% 招行跌了百分之1.8 其实昨天的银行股 内银股都不错 可能就是憧憬 就是那个 这个内地的楼市 不知道有些什么 那些憧憬 其实都一天半日 今天又再跌了 好 李宁升了一点 玉辉跌了1% 网易跌5% 这段时间的科网股 可能都是跟外围的债息 不知这样 弄下关系 都是要跟跌的了 恒大今天又跌了百分之三 禁风这段时间都挺弱的 今天反弹了百分之六 不如看看图 禁风 因为跌了很多 跌穿了双顶颈线 去到这条粉紫色的100天使 135元 有点支持 现在就弹了6% 可能今天的电动车股板块是上升的 比亚迪升了1% 另外245% 哇 很厉害 3% 这个ETF也是非常之 有一个波幅 它好像现在跟一些卵商都出卵 我们找了个机会 找GX上来 详细讲解一下好不好 这样是多些东西玩了 今天这只升2.5% 它的效率不知升了多少 稍后也会有Rafael 讲一下美股 能源相关股份 我们先看看857 857上升1% 昨天跌得多 其实它去到双顶 其实有点害怕 我们昨天说 去到20天使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封一些中石油 因为这些几千元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市场弹球 有点低入场门槛的东西 小小地买一两手 今早上升1%的流上 386也会升 其实我本来觉得 386跟油价应该相反 所以都不明白 为什么最近会升这么多 我觉得反而要小心 883今早早竟然是要跌的 其实昨晚的油价 昨晚也是回了一点 不过今早期油 现在我看不到 股价现在的中海油 就是偏远 未跌了五千 我们看看银行股 好 汇控 昨天都升得OK 今天回回百分之一 都不够的 跌了两毫 其实我这段时间 真的想起二三八百 因为之前跟苏师傅 聊完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觉得 挺有道理 为何我28元又不沽 23元又不买 被他掌掌完之后 我就想 其实我都是坐着一些货 中人香港其实都是其中一个 他息 息算是五厘多 要高过汇控 其实都OK 我其实反正都不沽 的话 我之前28元那些都不沽 的话 不如买回一点 平均一下 买入价也好 现在市场的跌幅 就收窄了 大概跌一百点左右 去到二万四千五百多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观众在 跟我们等着 坐定定 是啊 我记得你了 之前 你都说 跟阿Gym买了些东西 是吗 708昨天走了 洗碗阿熊 1211昨天低位再召 希望今天吃到糊 你真的很激动 708昨天走了 很激劲 你是买正股 就是708 一会看看 1211有没有 阿Gym有没有什么 讲法 但我想他要再跟进一下 能源板块 因为这个限电这段 我觉得 唯有他会先说得清楚一点 不如找他进来 一起谈谈 喂 Gym 这个限电 对于你们有没有影响呢 对于你们的 很想香港 很想香港 我正在想 你的口罩 可以存一大堆在家 是吗 你限电是否买些电芯 可以放在家 可以吗 都可以 分布式发电 或是多些 就是什么 太阳能发电 即是在家里 放太阳能板 是的 可以带有些民用的工具 都有的 可以存下这些货 可以 首先 要买第一大堆电芯 然后叉爆尿袋 买几十个尿袋 放在家 或者充在汽车的电池 等你的车都要走 抽水柱能 你都要移动 即是你买多几架电车 就用来 存电 是吗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昨天 前日会估1211 就是 喂 你没有电 是 电车可能很厚的 次载 即是你都先供电车 那可能他会不允许电车 充电 所以我因为这个思路 就估了1211 但我就先不要问1211 我先问大使先 今天就是第三季 最后一天 那第三季 有什么感受 让你发表一下你的感受 第三季 我想大家都 猜不到阿爷sir想起了些什么 你这些东西是ok的 你那些 能源股 六能股 其实比第三季 其实是 今季是不错的 你那些想吃饭 是 没问题 这个真是 都是 我想 现在是 我想 第四季都是集中 影响这方面 你才集中 能源 是 因为其他那些 板块 都是受政策影响 比较大 都很难说 而且现在变成了能源 我想更加 原来都很重要 以前就说 能源好像用不尽 但现在有很多是 环保要求 和煤炭供应紧张 导致到 我们买的 我们经常说的 新能源的公司 或者甚至拍电厂 都真的 政策是 倒向他们那边 板块 我们稍后再说 我们先说一个大事 好吗 既然今天 季节 第三季 一二三季 今年先高 后低 由年初那三万一 就跌到现在二万三 你说政策的 缓面因素 都没有了三 没有了多少 一万点 都就到 反映 旧美 会不会说 指数 因为很大部分 都是重磅 在中资的 科技平台股 那会不会说 第四季 有机会因为 经济增长 或者我们看到PPI 今早的数都很差 会不会有机会 减低 或者放松 监管 在平台股身上 令到 会做好些 令到行资做得好些 我觉得就不会了 你这么拒绝 给我一些希望 因为 其实 我看一些东西很赶 很大 我做了十几 涉及二十年 就是 以往 国内 要補七 補十 那些东西 现在不会 不说这些东西 不会说 我经济一不够 就要放水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硬指标 也会 现在的信心很足够 现在的信心很足够 你看到一些企业 陷于危急的情况 不够 他也是想很多方法 令到社会影响减到最低 其实他不是以经济为先 或者是经济未去到他的底线 他的底线真的挺低 所以 我这样就变了 在其他行先的情况下 可能是环保 可能是一些 国家政策的优先 或者是平等化 第四季也是会持续的 因为这件事 是开始了一两季 不会这么快就完 那变了我想 之前说的那些 像是重磅的板块 因为恒指始终都是 互联网银行 地产 甚至是澳门股为主 这些仍然是受到掌制 受到偵察的 所以第四季 都不会放松着 监管的力度 另外又会加息 即是那个 不是加息 是美国收水 那件事 我想 今次都已经看到了 因为 国内一个世界工厂的 生产受到影响 和资源价格上升 其实 外国的通胀率 应该都会高举不下 尤其是包括能源 你看天然气 已经升到6元 现在差不多 所以我想11月开始 收税预期越来越大 那欧益会越来越升 那这个 甚至乎 天然气 我想下一个节目 会多说一些 你下一个节目 你有看吗? 要看 要看 这个会有影响 很大影响 就会可能 有机会像2月那样 传统经济那边 会更好 可能外国的银行 和外国为主的保险股 变回价值股 对 增长去回价值股 那些互联网 即是外国 Amazon Facebook 可能它的业务仍然很好 不过可能受到这些 股价的影响 就点缘或是有压力了 即是重复一次第二季的路 是的 可能会这样 但今次我想更好 大家重复了多次 我知道有机会加息 原来亦又不加 收水路又不收 今次又来了 市场有了生命准备 但也会有压力 嗯 所以我们第四季的主题 可能都是去一些 金融类 即是受债息受惠的金融类 甚至香港可能 中人香港 刚才我刚刚听到你说 可以吗 立刻想问 我觉得可以 你配合MACCO的政策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香港的楼市 就算是中国政府 希望我们增加供应 因为香港的制度 是很复杂性很高的 亦都不能够有很翻天覆地变化 但是供应也会增加 其实对楼价可能会比较 还行一点 但是供应增加 其实都对于本地银行股 是有利的 多了按揭 多了按揭 是吗 楼价跌少少都不会太大影响 是啊 是呀 他借了几十年 经济环境 香港也是这样 你说是否有好景 不是的 但是大家都仍然OK 然后大家都很想 如果留在香港 都是希望是职业的 那变成了 我觉得对银行的好景 但是本地地银行股 就不是太好 因为始终加息周期 有一个 可能楼价会 因为你买它 多数是买楼价升 楼价有压力 是啊 又不知道要为国家贡献些什么 现在都很明朗 一会说农地 不知道怎样 有政策转变 对于那些农地 多的地产商 例如痕机 或者生银机 那些压力就会很大 所以刚刚就答了大力水手的问题 讲一下本地地产股 第四季 不要太特别 着目向地产股身上 都同意 因为加息的问题 虽然如果香港的钱一走 其实 因为美国加息 如果香港硬不加的话 其实会走资 不要用走资 资金就会少了 香港是自由流动 是 变成了你开磨也有些压力 所以对于地产股 都不会很有利 但是我想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地产股可能 是一个浪缩 或者你觉得 好一点就可能 是长实会好一点 我自己觉得 一一一三好一点 是因为它农地 差不多没有 是 它没有什么地 是 是 你现在便宜了好一点 另外它就是 就是姐妹公司 亦都有码头的业务 我想是这个 possibility 我觉得是很大的 今次 因为现在 老实说 社会阻力 或者社会的资讯 其实亦都是比较直接的了 变成了 其实可能 通过的机会 比较大 有 姐妹公司 当然也要 fair price 去买 或者去共同发展 但是变成了 长实 就多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是 所以地产股 如果真的死都要买 就自己 选择一些 对的 如果不是 我就觉得 如果地产 和银行 我都情愿买银行 因为牌面 也懂得提 银行有点 就算看好地产 银行也有点 看好楼价 银行也有点 看好楼价 看好楼市交投 银行也有点 就无谓爭 这些事情 所以 我不是被阿苏师傅点醒 今年也有看着 二三八八个价 那个 勒数也OK 所以我都是在想 密切想 这件事情 对的 其实我们看回二月的时候 就是说 加息 以前加息 就是高息股 可能会有压力 但现在又 又转转 就是有几次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 加息高息股 又多人追回来 因为传统 其实我想 现在市场 很多时候 都将它二分发 一个就是 Growth Value 加息 收息股 都是Value Stocks 反而那边 好像受委 资金流动的问题 我想 亦都跟现在 太多 algo trading 和ETF 亦都有关 你解释了我一个疑点 这两年 我当然不明白 到底加息 对于高息股 是利好 对于REIT 收息股 为什么跟我 以前讀书 不是 而且二十年前 真的股票 原来是因为这样 因为现在收息股 变成Value Stocks 变成 债息升的时候 沽增长股 就买回 那些 叫什么 經濟周期股 Value Stocks 原来是因为这样 这是容易理解 现在变成Value Stocks 地产股要看NAV 是吗 川普说我衣服几百正 保养得不错 我衣服几百正 还是说我保养得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Jackson在笑 啊 C 哈哈哈哈 回避你眼神的笑 喂 我们不是说完 你不要回避我这个 本地行指的问题 行指 那低位呢 今季季就去到23,700 那你说第四季 就会搬 那你去一些传统类型 那些周期股 那会不会行指 都会没那么坏 至少今年的低位已经见了 所以我觉得未必见的 可能是 汇丰 恒生 就是半地 中间香港 甚至AIA 我觉得应该可以 这些会比较好 但是另外那一部分 就是四五成都有 是有压力股 是的 我觉得区间还行 是不足够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真的去到 可能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 整个行指才会 就是开始弹 那样 那变成 我都会觉得 是两万二到 即是两万五到 这些位置 那样 就是两万二 就是汇丰 就是二三八八那些 那些定得住 看看汇丰 都挺不住 又跌了 好 我都自己不问那么多 因为观众的问题 相当之多 我看回现在 因为很多人想跟进之前的能源股 看回洗碗阿虹 他说昨天七零八走 一二一一一 昨天低位再叫 希望今天吃到糊 我们先看看一二一一 一二一一 今天是反复的 又升又跌 很淡增持 那我其实呢 就刚才我都不问 我就是 扔回一二一出来 就怕 不能充电 其实这个就是很小事 我相信 就是用来搞一下gag 那其实一二一一 怎样看呢 一二一我想 就是 我认识上 就是上次就说 他那个 就是买车的情况 电动车那边 都是ok的 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 估计回去第四季 就是继续的趋势 就是电动车的比例 会越来越大 同时也都关注 就是 他也都 会不会将 他那个电池药木 是真的 将他分拆 或者是 就是 会多些 向外面攻破 其实在 两个星期前到 其实也都是 他也都交代 其实是 向这个方向 去发展的 那么 这一星期 我想大家要 一二一一 我想要留意 就是 我想两件事 第一就是说 汽车的 新能源汽车补贴制度 就会以 减碳为标准 嗯 那么 秘斯呢 即是说 不是说电动车就有得 是入那个 list 那里 就是说 你总之减到多少碳 就入到 list 那很多的 其实你可能是轻汽车 可能是甲醇车 可能是 就是 譬如都是汽油车 但是我 是 已经减少碳 达到某一个标准 那他就会 可以有补贴力 那 有一些动荡 就是大家会觉得 喂 是不是不只是发展这种车 那 那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 其他一些都是 很小的 很小的技术 其实欧盟就是在行这个制度 那这个也是合理的 就是 不一定是电动车才叫环保 那其他的车 他达到的要求 譬如某一日兴气 他真的做到这种东西 都应该要是支持他 如果以环保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说 你参加回欧洲 其实也都 不非但止是 会是 不会阻碍电动车发展 反而 是更加 那个制度 是这么简单的 更加是令到一些 优秀一点的电动车 或者是一些电池製造厂 会更加好 因为那些规则就是这样的 总之它的研快 可以减多少就可以了 那现在来说 我们见到 就是说 电池 就是说多一点 就是现在那些电池 其实已经是 是很AI化 是 怎样AI化 就是它 其实是 就着每一架车 就是有架车的车型来到 然后它就用很AI的方法 去调校里面的 就是那个化学成分 去令到那个电池的 穩定性安全性等等 是最重的 那这些是很复杂的研发来的 其实 我们其实已经见到 根本上已经很集中化 在那几间 所以比亚迪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就是说 我想第二就是 那个储能的政策 储能政策 储能政策 也都是在 应该前日是说了 就是 旧的动力电池 是可以用来做 这个储能的设备 什么 储能设备 就是发电源 用来储能设备 是静态的储能 这个对比亚迪 或者导德时代 又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的电池 其实用旧了之后 就可以用来 就是符合一定的标准 就可以用来储能 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对比亚迪来说 就是 A 那个不是一个 特别坏的消息 反而可能对一些 做market consolidation 会更加快 另外就是储能 也都帮助比亚迪 是那些电池可以再用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 现在是可以的 是可以买的 就是我和朋友的想法 是吗 我可以买一架 我沽了 是 我觉得OK OK 因为 这个叫什么 Y样说他很厉害 他原来买了一只牛仔 五四八五二 这只是汇丰的牛仔 今天升了一成 他就已经吃了糊 是不是 他问现在是否应该先吃了糊 他就一二一停什么 有影响 我估计是停电 打漏了电池 咦 不是呀 现在都缩了 咦 那它呢 刚才升了一成 今天 现在升了2.7% 是的 他刚刚新上市 这个可能是牛仔 这个是牛仔 这个是牛仔 那好不好吃了糊 就不用了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 我就觉得不用了 我想你 因为市场跌300 我估计是 我估计是 不过 刚才你说的那些因素 是长线一点 是长线一点的 所以他持牛仔 就自己要量一量 是的 但是我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电动车的办法 也都 就是 受压了几天 我觉得 现在都去到一些 技术性底 我个人就觉得他差不多见底 是 因为他也不算太 如果现在 他三千半入 三千半入 多少号 五四八 五二 三千半 他现在赚少少 这样 但是 你自己想一想 不过 今天早上 比亚迪已经升少了 刚刚倒跌 238.4 另外2015 就破了之前的低位 虽然他之前曾经见过 100元以下 但是那天就是 针底收的 所以就是 如果不算针底 99元 其实现在就是 理想汽车又有破底 那些车股可能 暂时都是比较弱一点 不知道什么时候反弹 车股 如果包括其他 175 233 我觉得那些就好 真的要先等一等 因为芯片的供应 真的很紧张 昨天就是 美光也出了业绩 也说回 環球 不是他自己不相信 而是 環球市场的所有芯片 都很紧张 我想这个情况 当然他多些是在手机 或者是 电脑 是 电脑的方面 但是 其实都是 都是一样的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那么紧张 我想汽车也挺受这些影响 就算现在 说真的 国内 你看到他没有什么 什么汽车 阿香 因为根本就无用 现在是在供应方面 受限 不是调供的需求 是的 要一些时间 譬如说国产 替代 当然都很想可以用多些 国产的汽车芯片 甚至手机那边的芯片 但是要时间 他要达到那个要求才可以 那变了我想 可能第三第四季度 他们的销售都比较弱 是的 本来这个地球 就是走着电动车那边 那个方向 就会觉得 对于能源的需求 应该会略为减少 谁不知油价 百花色税到75元 那一位朋友UK Show 就问 今年天气又说比较冷 夏天又比较热 又要多些开冷气 冬天又说比较冷 那对油复股 那股股是不是有利呢 三桶又好些 还是买一些外国的能源股 CVX这种 雪佛龙好些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 这里有几个问题 我认为油伏股 这些认油股好 另外就是买国内还是国外 我觉得如果你直接一点 当然是国外的 大能源股 大能源股好些 因为直接受惠 他这些不知有没有天然气 也有的 就是一般的油气 一起去供应 还有他们的价格 就会跟外国现在直接交易的价格 是密切一点 如果国内的三桶油 我都会觉得是好些 还有我自己觉得 譬如中海油 应该跟油价的关系比较大 但是我自己就喜欢中石油多些 因为中石油 它自己有一个 它有一个大 三成到四成左右 其实是天然气 可能现在天然气 就少一些 因为油价 就更多一些 国际油价 那天然气 本身就是国内有一个 气价限制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国内都 现在的能源价格 都有机会有一个改动 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 天然气之外 电价也一样 那变成了天然气的价格 亦都有机会上调 那就对中石油 因为它 sensitivity高 它本身的 盈利能力很低 那要加价 其实对它影响很大 或者帮助很大 嗯 好 因为上一次 Jim也有提过 他比较喜欢 857 还有他有些 新能源的业步 会越来越多 天然气方面 亦都有机会加价 那这就是 你其中一个 考虑的选择 你说到这个 加电费 和内地缺电 我也不会问 你可不可以 由头过一次 在不同的板块之间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 内地的 限电缺电 问题 是可能 某程度上 是 很多因素 博弈的一个结果 第一 就是 今年是有一个环保的 每个省份 有一个环保的要求 或者是 新能源要佔比的要求 上半年 可能大家都是 各种原因未达标 没有理到 用了 用了 对 就变成了 当然要追了 追的时候 就是 国内的产能 亦都很受限 就是 国内的工厂的order 是很好的 所以 国内的用电量 比起 去到八月 我们现在的数据 一至八月 比起 2020年 当然是升的 升到 二十多个百分比 但比一九年 都是升 十八十九个百分比 大概这个数字 其实带煤的产出 其实是零 零增 嗯 而电厂的 utilization 现在是 反而是比2020年 低了一点 它的电厂 动力 亦都是不足 它可能现在正在试钱 我们虽然看到 902那些正在升 但其实实际上 第三个月的业绩一定不好 而另外煤的供应 也有某程度上 受到一些跨省的 运输的限制 其实国内之前就是 比如 国内的产煤的大省 就是内蒙 也都是有 这个山西 那用煤的大省 是有 比如 东北三省 当然有广东 那 但是 蒙古之前 也都有一些的疫情影响 还有现在的 东北也都是有疫情 那个影响 那 那 那 省与省之间 其实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你那个疫情 你一个人传过去 就变了 那个省 就中了一招 那 那个运输也是 慢了很多 那 那 现在就是 我觉得有几个 拆解的方法 第一就是 那些运输 一定是要 就是 我想是国家去 去看 那这个也是 都可以允许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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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 就是 就是某程度上的 叫做家电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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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是拉闊了風谷的電價 平時下午是1元 然後晚上是5毛錢 現在就變成1元 和3.7元 和7元 所以其實是一個變相的家電價 我覺得是慢慢的 如果你看回總體 中國的電量 其實也不是不夠的 以中國是一個產媒大國 和一個發電機組的使用 只有八成左右 其實你還可以開盡一點 那變成其實我想是一個 當然會有一些受影響 就是那個工業用電 但是其實你說 國內那些工業廠家 其實根本上都已經很多時候 就是他都已經有某程度 心理準備 是有機會限電的 就是你一個星期限了一天 其實對他的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好像之前那樣 一個星期要兩天 甚至三天限電 其實他的影響就真的很大 那我相信就是 其實現在 暫時他都要對症下藥 所以可以是令到那個 那個生產 特別是 也都叫做 拿了一個休息 就是現在明天開始 就是十一黃金周 是的 可以放假 可以放假 我相信 我相信 on and off 大家都會看到 有很多這些限電的消息 但是如果限電的措施 不是限兩天 或是 我覺得這個影響不大 即是已經是 大家 國內廠家 應該是 可以加點 和集議為常 那 第二 我想就是 如果股價 股票來說 我覺得 去想一些 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已經跌了這麼多 我覺得 買去跌 已經 沒什麼意思 第二 就是 我的看法已經逐步舒緩 那 可以買 因為他要保障供應 不可能是因為電力的問題 令到供應有問題 那 可以選一些龍頭的 一些 企業 那 譬如我之前有 譬如我自己 我自己會選擇 一些 化肥股 因為化肥就是 基本上法改委指定 是要 保障 能源的供給 因為 慎防 就是 現在的國外能源的價格 還有 因為天然氣價很高 其實你看到 英國那邊 亦都有幾間 化肥廠亦都停工 甚至乎 阿蒙尼亞都不夠 或者 火雞都沒有吃 因為不夠 二氧化彈 二氧化彈 是因為保動的 所以 這類的化肥股 其實 發改委 都很擔心 因為 如果不夠化肥 其實 對整個 糧食供應 會有問題 所以 這個產能 很相信 一定是舊的 特別是 一些負合環保要求 其實 香港上市的幾間 都是 負合要求 如果根據我們的 條件的話 另外 就是化肥價格 已經升了很多 毛利率 會上升 例如297 16 他們雖然用煤頭 去製肥 其實 但是 應該會 已經 不再升 已經賺錢 當然 3983 更好 因為 國內天然氣 不太加有價 所以 他的毛利 會更加 就是 我想 在這一年 一直答應的 炭中和 是不可能 退下來的 這個目標是不能夠改的 這也是我們觀察到 這個政府一定會堅持到底 所以 也更加 我相信會加大 電網的建設 因為新能源的瓶頸 是在電網上 如果電網不去升級 或者不提升儲能設備 根本 明年也是會發生今年的事 這是肯定 所以 其實 譬如 之前我們講的三部 我覺得 都很難可以脫掉 即是 他們一定是 未來的命令是 接到首員 差在他們怎樣調動自己的資源 去做到命令 即2727 1133 1072 那 他們的評判 也都是 OK 即是現在是一個 歷史的中位數 因為之前是 很慘淡 所以有一個 reway 去到中位數 但是我相信 可以挑戰高位 那 另外就是 我們之前講的一些 新能源公司 那 新能源公司 我覺得就是 營運商來講 第一就是 現在缺電的情況下 一些 綠電的直接供電 應該是 更加會 落實得快 而且 如果 電價是 加的話 他們都可以受惠 因為 他們的電價 根據 煤電的基準價格 去 加一個 premium 變成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 可能的受惠會 會更加大 因為 其實 當然有天氣因素影響 今個月的風電 應該會少些 但是這些是很 天氣先生 C16 可能下個月就會更加 變成 其實我想 今次的回調 反而這幾個板塊 在結構上 可能會受惠很大 即是 封電三寶就是 1798 916和2380 是嗎 1811 1811 2380 都可以的 2380 就是多些水電 那一部分 其實2380 836 我想都是會 比較受惠 都是一樣 好 即我這個 我不是風能來的 不是風電 即1798 是不是阿林 是 1798 1798 1811 916 這三個就是風電的 我看風電多於太陽能 就是這一次的機會 因為其實風電本身 那個 因為發電量大 亦都是 所以 如果在這一兩年來 希望是可以 達到碳中和 或者是 大率多些 是煤炭發電 其實風電應該是 種種之種 亦都是 他去 因為風電以往的 營運效率 就是很低 那如果是 現在這個機會 會令到他賣直接供電 或者錄電是更加多 因為這個價格 比普通用電 是5至10% 那 就會是 落到他的 profit 會是多很多 因為以往他賺了一部 那個 純利率 都是只有個位數 那 那裡加了5% 其實你講講 利潤 當然不是全部 變成那些 直接供電 如果全部變成直接供電 也不直接翻倍 但是 有這樣的過程開始 其實他的利潤 都會快速增長 另外就是 剛才講的2380 836 那就是 一半半的 2380 就是 一半 40%水電 左右 然後40%就是 煤 就是 風電 太陽能 還有20%就是 傳統的煤 其實他都有很多綠能 他有很多綠能 他有很多綠能 他有水電為主 不過水電 只不過 就是 今年 他的地區 今年 那個 降雨量 就低一些 我們見到 就是河南 水災 但其實 他主要在四川 我記得應該是福建 和湖北 就是 水的降雨量 就 少於去年 那裡可能 但是 我想 水電也都因為受惠電價 那個加價 變成其實 他都可以受惠到 加價 那樣東西 好 我們再更新 最近的綠能 那些版塊 Olive問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三寶下一個支持位 因為上一次節目之後 洩了 那我自己 那天 因為我朋友問我 1072能入到尾 那天 Jim就說 可以 考慮入 但是不是說 那天是馬上買 提醒了大家 那 上個星期 也有十三個多 但這陣子 以東方電器圍 就跌了一些 那我都想 跌了之後 即是十四個半 我猜 那天問你多少錢 我忘記了 那我也入了一些 1072 不知道是否Olive問這隻三寶 那會不會這幾隻 有什麼參考的價位呢 嗯 其實我 就覺得 他這個位 已經是一個支持位 第一 他已經回到那個 平均線那裏 第二 就是 我想這段時間 他這樣回落 是有一個 有很多一些 一些政策的 uncertainty 好像是uncertainty 但是我覺得 一點都不問出 反而是更加confirm 比如剛才我講的 就是 會不會那個 儲能 其實可能會用 這個 電池 舊的動力電池 那 市場上會有人擔心 會不會 就是說 你有用電池來儲能 不用這個 抽水儲能 但是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反而是 其實兩樣東西 技術層面 的用途層面是不同的 反而是顯示到 就是 我們想什麼 就是 國家是真的 需要 盡快去 鋪開 去做這些 樹人設備 他才要出這些 政策出來 去鼓勵 或者去 carrify那件事 所以其實 我們 反而 我重視的 就是他會不會接到 多個命令 不是 究竟 這個才是 一個內心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 反而 這些位 市場 反而是 這些位 可以加 很 確信 我想 基於 現在的 情況 還有 基於 當然 我這個看法 是因為 認為 習主席 答應了 一定要做到 如果做到的 情況下 今天 這個 國家的電力 已經發生這樣的問題 的時候 它一定要 有短 中長期的解決方法 剛才我們說 短期的方法 是 增加碳供應 或者碳運輸 但是這個是很短期的 限電 或者怎樣令到一些企業 暫時生產不到 或者高污染 這些都是短期的 中期一定要 電網的設備 增加新人員的比例 另外也要令高污染行業 本身要令它沒有那麼污染去生產 例如鋁、銅等 是很污染的 但是 就要小的那些 大那些進來 然後你就加電價 好 我們講的時候 Jim很詳細解釋的時候 很多朋友 已經互相交流 甚特了 我覺得現在有點像牛牛的 這個討論區 有一個朋友就問 因為有些人 講牛熊症 衍生工具 就問 牛熊症 是否收印花稅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 我記得ETF就不收 但我找回我之前 最近也有買一些衍生工具 牛熊症是不收印花稅的 我剛剛看了我上次買 牛熊自己收了15元平台費 還有這些代收費用 還有交易政府的收費 交收費2元 就是幾元而已 所以是不收印花稅的 生物科技 不是 其實有些朋友就問 如果找人做一隻ETF 找你商量 包括你那些風電三寶 還有那些電網建設三寶 做一隻ETF就好 就不用煩 按GX做 有沒有 現在沒有 每個人都追著做半導體 電動車 那些能源 做一隻中國能源ETF 那不是多好 那不用煩那麼多 聽到我開始慢慢理解 但最初聽到Jim說 頭都痛 不知道什麼 打什麼 不過我現在都參與 1072 希望他都怪怪的 很多朋友繼續跟進 1133 有些朋友就問 1133 其實這隻 有沒有包在你那個 有啊 三寶之中 1133就是 這兩三就是最受這個 政策的影響 究竟是 大家會有擔心 是不是不做秋水儲能 因為買1133 你是買秋水儲能的 這個是最大的誘因 是為什麼 哈爾斌 因為他很小 但是秋水儲能呢 他佔整個國家的 market share 甚至世界的market share 是前列 嘩 這麼厲害 是啊 其實接下來 他一定是最受惠的 如果大家提到網站 你都會見到 第一 就是他也跟上海電視那邊 聊 為什麼呢 我相信是根本的產能不足 就是現在是 令到他 限制了他的發展 嗯 始終有些少些時間 去增加產能 那 所以 我想就是 那個order 一定是好的 嗯 這個是我相信 都應該是的了 那第二 就是 短期的壓力 就是在於剛才那件事情 就是 會不會擔心 國家傾向用電池來處理 這個我覺得 剛才說了 我覺得不是 所以反而我覺得 這兩三天 是市和政策 壓下來 反而是一個真實的機會 嗯 好 那就是希望 他壓下來的時候 又買得到 然後就等他再 受惠國家的政策 好了 另外 3898 都是這一堆的股 我現在 噢 他好一點 今天 3898 是不是跌完的了 有點不同 是不同的 不是一堆 電池 電池 一半就是 高鐵的模組 那一段很穩定 那一段就是 15至20kb 所以就是 25至30kb 這些價值 另外一個就是 A股那裏 是採取了一塊錢 他主要做的 就是 譬如電動車 電網 的IGBT IGBT 就是一個 變納設備裏面的主要零部件 那這個 IGBT 有什麼 勁呢 就是因為很多 譬如 國內的電動車 亦都開始 試用 IGBT 如果是 replace 那個 市場空間 我們用 2025的電動車去計 當然很大 而 成為一個 相應的 Valuation 的PE 或是PS 它的價值 可以是 多多三十幾四十元 所以我認為 它的目標價 是一年應該有 七十幾元 那 變了 我覺得 這段時間 受A股的 上市之後 影響 我覺得 它 當然現在是低估了 去IGBT 那邊 差不多沒有計 另外 電動車的板塊 一直受 剛才說了 我覺得電動車那邊 對於政策的擔心 我覺得是有點過濾 反而應該是更加支持到 一些高質量的電動汽車公司發展 所以其實它的單位 都是一些高質量的公司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便宜 另外一個支點 就是它也做了股權激勵 這個我覺得 對於國企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A股那邊 是的 它已經分排了 應該 但它很有趣 它是在IGBT的層面做的 換句話說 IGBT那邊的業務 應該之後再分拆 否則那些高管 是不能夠體現到價值 所以我覺得 都幾清楚 即是未來兩三年 應該它那邊的業務 發展會很快 是的 不過我看到Olive 都說他現在深潛之中 他死等 希望見到80元 讚成我 那好不如 混合一點點呢 我就可能等多一陣子 其實我老實說 如果大家聽我的節目 其實我自己平均價 都是50元 是的 我可能會去到 因為它已經跌到35元 我30元和35元 其實沒有分別 我當然不希望它這樣跌下去 但是如果30元 我覺得真的 就是送IGBT給你 那我到時 我就會再重受 那些價值 好明白 那看看你的倉位是多少 因為如果你的貨物 都是太多 那都會不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那都是可能 就是分開一下 每個版塊都買一些 那另外我先看一下 回到上面 有人問丁sir什麼時候上來 那就可以確實 回答大家就是下星期二 因為我都知道很多人追我 這個丁sir什麼時候上來 那上星期二 因為自己放大價 所以沒有上來 那有位朋友就問 一隻853 我們回到醫療股 這一陣子都挺壞的 這隻853 又回到40多元的邊緣 有沒有研究 我覺得853就是 它那個機械 自動機械人 手術機械人 那個IPO 可能會有些變化 究竟來不來上 它又要再研究 美衣 叫什麼 那叫什麼 不緊要 那個 這個我覺得是有影響 但是 因為它這間公司本身 在國內的發展 真是很快 還有這個項目 其實在全球市場 都是增長得很快 而它在國內 其實是 可以說 根本上是 頭兩間來的 亦都是希望它去 重複國外 不要只是國外做到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時間問題 對 所以我會建議 你誘有 你繼續持有 我不是很擔心 它以往這樣計算 以它裏面的PE的項目 去計算 然後大概兩三成的折樣 我想這個都可以 它應該可以體現出來的 還有 現在我覺得 就是國內的政策 我覺得不是 就是 它亦都開始解釋 不是說 要打壓這些 創新型的醫療公司 那變成 我想 有些設立方法 現在醫療公司 也都 這段時間受壓些 但是它的價值 是在到的 變成 你可以長遠些 你可以繼續持有 好 剛才我們就講過 有關於 綠能的一些分析 Maggie就說 它告訴你 你覺得 風能和太陽能 上次就說 有可能達不到標 這樣的話 就可能用核能補償 所以核電都可以追落後 其實就不止它 也有朋友問到核電怎麼看 特別是 現在選擇 香港都只有116 對不對 那麼 111算不算 沒有的 沒有的 是116 是116 那會不會說 這個可以追落後 都 都不落後 我自己覺得核電 始終都是 那個 軟水不能夠近火 要這樣說 但是它都會加大發展 因為核電有一個 挺好的作用 就是一個調動的作用 即是你馬上可以增加電量 那 那 變成其實我想 都 但是 譬如中國核 我自己個案來說 就會是 偏向 它是 可能 Dividend Yield 是 4厘 因為可以很低 4厘至8厘 它的增減不會很快 即是 接下來這幾年 是10% 變成其實我自己 現在都 有些度假 我就未必去買它 反而就是 就是 核電我認同 就是有機會 會增加那個 那個投資 那 所以其實也都 即其他幾間電網公司 都是 他們也是有做核電的設備 那 我想 都是他們都會受惠 是 不用特地買 就是186了 好 另外 107月什麼位賣入 炭中和 說了107月現在現價都是直播的 754 是不是受恆大影響 30元有貨 應該怎麼做 這個真的很久沒看過 合生創展 今天打回2% 順手看 33.3 現在又再跌回 下跌 超過2% 754 有沒有特別意見 754 合生創展 好久沒看過 好久沒看過 水管有紅說現在1.27還停牌 不知道搞什麼 現在的傳 憧憬一下 他會不會私有化 即是說他現在的NAV 九成折讓 真的很誇張 另外潘莊就問 那些燃氣股 會不會因為外來 氣價貴 但是又加不到價 反而會令到業績受硬 那燃氣股 是不是 我們以中國燃氣 可以作為例子 那些燃氣股 我想這也是之前大家擔心的問題 就是已經是 但是 但是 因為其實 這個是很短暫性的 因為其實你以燃氣來講 那個機制其實都是幾年了 就是這樣行的 就是你加了一個成本價之後 然後就會有聽證會 然後就傳到大概是三至六個月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季度 可能都是比較有壓力一點 或者 但是 因為LNG佔中國那個的入口 或者就是西里東書 或者是俄羅斯氣的話 其實 那個比例都仍然是偏低 就是說 就是 20%左右都不夠 就是LNG那邊 嗯 變了我覺得就是 就是 可能對他們的影響 反而 不是 未去到很大 但是如果真是 中石油那邊 真是加這個 就是 特別是中油的價 和上油的價 那其實對他們的影響 就會大 那可能就會 會跌跌下來 所以不應該買下油的東西 這個有些 有些雞辣 是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是 受這個影響了 上半年已經受影響了 上半年已經受影響了 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 下延續的加人氣價 變成了其實我 我又不會特別說 很 看得差他們 但是 我不會 認為他們那個 的毛利會 會 擴大得很快 是 反而其實你說 炎氣 我也有一些炎氣的 我譬如有135 那135 主要我看 就是 他那個 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你有氣資源 反而是很好的 一件事 那你可以 可能 工業簽約 會快很多 那以他 是一個 中石油的背景 其實他拿到 氣資源的機會 比較大 而且他也可以做到 其他M&A 因為其他燃氣商 其實 現在來說 反而大家很難拿到 氣源 現在能源短缺 一些小的 燃氣 因為現在 國內 我們這麼多間上市公司 之後 其實還有 30%多 是一些 叫做 省級的燃氣公司 或者是 市級 軟級 他們是有機會 給他賣 但是 他現在是 有幾億 因為之前賣了 北京氣館 所以 我反而用這個角度 我覺得 如果燃氣來說 就是 昆仑燃氣 比較有一個 上升空間大 好 明白 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883 我們剛才說了 883 是 即是 又起又 石油家 那 他一直的 Variation都很便宜 那我 我就會 我 可能我也想 大家等 有沒有機會去 八個 八個四 才買去 因為我上個星期想買不到 而且 A股會上市 如果你用A股的股值去計算 即是 他未確認 但是 他已經出了 招股初步書 你可以計算 他的招股價 其實高於一倍 所以 其實是有一個 這樣的空間 另外 油價 我相信 也是 都是 我看升 原因就是 因為 國外 氣和油之間 有一個取代性 天然氣的價格 我覺得是 高居不下 因為 這是一個結構性 國外的 因為供應 和COVID 影響了整個運輸的情況 令到石油的價格 也有一個拉升 你看到 油組也沒有很大的意向 去再增加產量 因為 可能油價升 即是七十多元 其實都是補回之前 虧的那一段 可能都要去到 八十多元 都不出奇 變成我覺得 對這些石油公司 都很流利 不過我突然聽到 上A股 最好上A股前後 上A股前後 就要沽了它 對 我們很多次都發生過 同一件事 即是中芯 剛才提到的 三八九八 還有現在就算 七二八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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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真是很少看 今天就反達了 5% 但它內地好像做一些 物業代理 那些 現在我覺得 內地對於物業代理 都有些政策上的 針對 是 即是 由自己的政府 自己做物業代理 即是 所以 我們看到 背殼 都很不太行 所以我們暫時都 避開這些板塊 是 我就會避開 這些政策方面大些 還有 我想 聽眾 都在想 會被人收求 但這個 我就覺得 可能 其實可能不大 因為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他已經說了很多次 第一 第二 就是 現在的 稀缺性 沒有這麼大 現在很多物管公司 都開始 做了 他有的就是 人和網絡 但是 物管公司 或者互聯網公司 更加有這件事 變成 未必要買 不如直接叫 那些人 明白 另外 489 Wendy 上星期說過489 6.8 可以入貨 他真的很有心機 他真的等到 6.8 現在 現在可以入貨 我 我估行 我還是要等 6.8 一定會 昨天是否到了 昨天可能 但我沒有買 昨天是6.8 8.8 那 堅持6.8才買 是啊 也是 看 recap 車的任務 就是 平平無奇 之前也有提及 但是 我們也觀察 會不會去 新的電動車 有驚喜 這是有機會的 第二 就是 A股回去 現在正在返回 所以其實也有機會 A股那邊有一個充氣 第三 就是 變賣現在的資產 其實他變賣資產的 一間 就是泰國的 汽車related公司 如果變賣之後 都是 排 即是 股價計 即是歐洲那邊 就是值兩 那幾 以往是 把息子都排出來 這個變賣資產 應該是 他有公告說了 是在二二年前 是會完成的 所以 一年多的時間 有兩個多的息 加上 就是 他有A股上市之後 花費錢 令到 新人員 汽車那邊 有機會去再發展 我覺得是挺好的 Value Pay 現在都是 不高的 PE 即是 真實的 PE應該是 八倍 這個裏面有一次性因素 我們螢幕的4.6 那個就比較有一次性影響 明白 所以 我們的觀眾 真的很厲害 我想我們用筆 找一張紙 看低 這些位置 因為連我那個朋友 都說得明 問我 你那個價 上次說的價 他真的抄低了 連問我 這個朋友六個拜 要撐住 我們看到下面 有很多人說 美國油股 美國能源股 ETF 但沒辦法 因為已經差不多 時間了 有位朋友說 GX有一個 中國潔淨能源 中國潔淨能源 不知道包多少 剛才我們提過的 綠能 那些 要找回 下次可能要找回 Steven 不過問題太多 都問不得了 但不要緊 因為我們很快回來 又會找到 在加拿大連線的Rafael 會詳細分析一下 這次真的會提供更加多 有關於 能源那邊 ETF的 美股那邊的選擇 我們聽完一堆 JIM港股過股的選擇 美股那裡有什麼選擇 可以平衡 我們持倉組合上的風險 分為地區的比例 今天謝謝JIM 謝謝你 下個星期四有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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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JIM詳細談 祝你有個愉快的國慶假期 好嗎 不要走開 好快回來就會見到Rafael 拜拜 等等 想投資牛熊窩卵 不用那麼兇險 現在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就可以看實事 和即時交易 華富牛熊 是專為牛熊窩卵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 工具 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 AI價格無儀器 只要選擇適合的價格波幅 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 全港爆升牛熊窩卵 它的交易界面 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 你需要買的股數 不用再用計算機 慢慢計算了 華富牛熊 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卵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 話那麼容易吧 只要懂得選 投資窩卵牛熊 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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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